让叶晨意外的是 搬迁的位置居然选择了一个老街的胡同 那地方的客流量怎么可能和这里比较呢 简直差十倍不止啊 叶晨也没有多想 直接道 王叔 给我来几串招牌烤串 五年前 每次他这么说 王叔和张阿姨都会给他准备好一堆烤串 外加一瓶雪碧 这是当年叶晨最享受的时光 王叔和张阿姨显然没想到 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客人会上门 扫了一眼叶晨并没有认出来 张阿姨看了一眼周围 似乎在害怕什么 忧心忡忡地走到了叶晨的面前道 小兄弟 那个 今天我们打烤了 准备收摊了 要不你去别家吃 叶晨皱了皱眉头 诧异道 张阿姨 这才晚上六点啊 生意才刚刚开始 这么早打烤 对对对对 小兄弟 你去别家吧 如果你真的想吃我们的手艺 明天可以带朋友到那个新地址去捧捧场 明天开业 全场五折的 张阿姨指了指墙上的牌子到 叶晨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他突然注意到了张阿姨脸上 手上 居然都有着一丝瘀青 显然是被人打的 他又看了一眼坐在那里抽烟的汪叔 两人一直很恩爱 应该不可能家暴 汪叔感觉到了叶晨的目光 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也劝叶晨道 小兄弟 这几天风生紧 生意难做 这样吧 你既然要吃 我就给你做一些 但是你必须五分钟内吃完 因为我们真的要撤摊了 五年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被逼 真的不想离开这里啊 汪叔的语气有些落寞 说完便转身向着流动摊位走去 不多时 汪叔便端着一些烤串 小菜送到了叶晨的面前 顺便给叶晨选了一瓶饮料 你是我们夫妻大排档的 最后一位客人 就不收你钱了 吃吧 叶晨刚准备吃 突然他感觉到了什么 目光向着道路尽头扫了一眼 嘴角浮现出一道冷意 来了 十几秒后 汪叔和张阿姨也是注意到了 尽头走来了七八个男人 看到他们 两人脸色突然变了 更是颇为利索地开始收摊 小兄弟 这些东西我给你打包吧 你快走 你快走 张阿姨直接冲了过来 语气很是急促 夜晨不为所动 为什么要走 小兄弟 你还年纪小 不知道一些规矩 你再不走 估计也没好下场的 张阿姨算是求了 好吗 张阿姨语气更是颤抖了起来 夜晨刚想说话 一声巨响就在他耳边响起 只见那几个穿着背心的男人 已经来到了摊位 为首一个光头 更是直接把夜晨旁边的桌子掀掉了 零零散散的东西落在地上 颇为狼藉 哟 老汪 可以呀 居然还有客人愿意来 光头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更是扫了一眼墙上的换店告示 哟 原来今天是最后一天呢 明天换地方了 怎么换到那胡同里了 那地方客流量多差呀 能挣几个钱呢 汪叔脸色忽明忽暗 他看了一眼光头 陪笑道 虎爷 我这就走 我也不敢耽误您做生意呀 那个 您大人有大量 就不要为难我这种小本生意了 说完 汪叔更是主动把柜子里所有的钱 抽了出来 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 笑道 这些是我这几天所有的来源了 您看 啪 那光头扫了一眼那钱 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 这点钱打发叫花子呢 让你们准备五万和解费 怎么就这么难呢 你以为换了个地方 老子就不鸟你 做梦 此话一出 汪叔脸色彻底苍白了 他本以为换到了那种地方 就不会再有眼前的事情了 眼下看来 这吸血鬼是缠上他们了呀 他们是小本生意 根本禁不起这么耗啊 张阿姨在旁边吓得瑟瑟发抖 她作为一个女人 站出来也没有用啊 这些人 这些人甚至扬言要威胁他们的生命 光头扫了一眼地上的钱 直接吐了一口唾沫 下命令道 明天这个时候 明天这个时候 我还来这里 我只想看到五万和解费 这五万保你们生意红红火火 如果没有 你信不信你们敢开一家店 我就敢闹 说完 光头虎爷大手一挥 直接向着外面走去 但是他还没走几步 一道冰冷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有让你走吗 虎爷的脚步停下 身子仿佛僵硬 他转过头 这才注意到 正在吃烤串的夜沉 他冷笑一声回过身来 直接坐在了夜沉的身边道 嘿嘿 小子 你刚才是在跟老子说话 夜沉用筷子夹了一口小菜 细细品尝 数秒之后才看向虎爷道 我不和你说话 难道是在和狗说话 此话一出 不光那些手下蒙了 就连汪叔和张阿姨 也是吓得脸色惨白 这小伙子还真敢说呀 他难道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吗 虎爷可是附近摊位的掌控者 多少人要看他的眼色做事 结果这小子倒好 对方走都快走了 居然开始骂对方是狗 这小伙子怕是脑袋不太好吧 敢在虎爷面前狂 这下死定了 张阿姨刚想去劝夜沉 却被汪叔拉住了 你一个娘们儿去做什么 这小子捅破的天 你还给他缝上不成 他得罪了虎爷 我们怎么帮啊 你没看到那么多人看着 张阿姨看了一眼 那七八个虎视眈眈的男人 顿时不敢说话了 他们再怎么说也是老百姓 怎么敢和这种人对峙呢 此刻虎爷脸色有些不好看 还从没有人敢这样嚣张地骂他 更是当着他的面 这小年轻找死不成 小子 我不管你是谁 现在你站出来 给老子跪下磕十个头 否则 我就打断你一只手 虎爷的语气带着威胁之意 他将成五孝毕业 论打架还没有人敢不服他 夜晨喝了一口饮料 云淡风轻 仿佛没有听到对方的话一般 虎爷有些怒了 这么多年 他哪被人如此无视过 你他妈 虎爷顺手一巴掌 甩向了夜晨的脸庞 他要用这一巴掌 教对方做人 就在这一巴掌 要碰到夜晨的刹那 夜晨动了 他一掌拍在了桌子之上 一双筷子直接腾空飞了起来 他右手握紧筷子 顺势一转 那筷子直接插向了 虎爷的手掌 瞬间洞穿 鲜血更是射了出来 不等虎爷反应 夜晨手肘又是一压 叮的一声 直接用筷子将虎爷的手 狠狠地定在了桌子之上 啊 虎爷疼得直接喊了起来 他想要挣扎开来 却发现筷子死死地定住了他 想要拔起来 只会更加疼痛 混蛋 虎爷另一只手 直接握拳 向着夜晨砸了过来 夜晨冷哼一声 不躲不闪 直接一拳迎了上去 咔嚓一声双拳对碰 虎爷的另一只手臂 直接扭曲变形 骨头都断裂了 虎爷疼得脖子青筋抱起 眼眸更是充斥着血丝 他疼得想要叫起来 刚准备喊出 夜晨手掌微微一抬 直接让他闭上了嘴 然后猛地一扣 砰 虎爷的脸颊 直接重重地砸在了桌子之上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就像是艺术一般 我不喜欢太吵的声音 夜晨冰冷的声音响起 听到这句话 虎爷整个人懵了 更是吓得身躯都颤抖了起来 他知道 这次踢到铁板了 练夹子 一定是练夹子 从对方的出手来看 实力远远超过自己 关键每一招 都让他没有还手的权利 夜晨的如此手段 直接把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吓住了 他们虽然不懂舞蹈 但是看着架势就猜到 夜晨是不能惹的存在 被压着脸的虎爷 见到这个时候了 也没有人出手 怒吼道 还不快来帮忙 废了这小畜生 那些手下这才清醒 随手操起空啤酒瓶 就准备上来大干一场 一道冰冷的声音缓缓落下 谁敢上前一步 死 夜晨的语气很淡 淡到没有丝毫情感 听到这句话 那些人完全不敢动了 他们如坠冰窖 那声音就好像有着一种魔力 只要他们跨出一步 必死无疑 那家伙真的敢杀人啊 虎爷见自己的手下 一个都不敢动 差点气死 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一句话 就唬住了这群废物 这群家伙难道不长眼吗 对方只有一个人呢 就算是恋家子 他们这么多人 有什么好怂的呀 此刻的他 能清晰地感受到 手掌低着血 再这么下去 他的手可能都要废了 他用余光看向夜晨道 这位兄弟 你出手这么狠 是不是有点过了 废了我两只手 我灵虎没有得罪你吧 夜晨没有回答灵虎 反而站起身 从口袋里抽出了一支烟 慢慢地点上 别人的生死与他无关 过了 我怎么不觉得呀 夜晨开口了 灵虎眸子闪烁了一丝阴狠 声音冷了下来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无非是想保这对夫妻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不然 只要我灵虎有一口气 我就让这对夫妻不得安宁 你不可能一辈子照着他们 汪叔和张阿姨听到这句话 脸色傻白 十 three 我这对夫妻不得安宁 是 姐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